第七百七十七章 挑衅 当萧炎话语落下抬起头来时,却见到几张惊恶的脸庞,不由得一愣,小心地问道 怎么了?不行吗? 呃,不是不是,行行,当然行 文言大长老连忙应声,眼中涌现一抹难以掩饰的狂喜之色 他没想到,既然居然肯花大力气,练制那最高等的天魂融雪丹 作为蛇人族的长老,他自然最为清楚,练制这种丹药的困难度,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性 那目光刚刚还有一些阴狠地盯着萧炎的另外三位长老,此刻脸色也是逊色缓和了下来 微微点了眼头,此人虽然是人类,可至少还不讨人厌 美杜莎眼中的冰冷之色也是迅速消散 望向萧炎的目光中出现了一抹以前从未有过的柔和 当然,这只是持续了短短一瞬,必须再度被其掩藏了下去 哈哈,萧炎盟主,你若是要炼制天魂融雪丹,自然是没有问题 等会儿,我便将此丹药的药方交给你 不过,此丹是七品丹药,极难炼制 而且还伴随着雷结缘故,危险性不小 大长老微笑地望着萧炎,说道 萧炎沉咽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 以我此刻的炼丹水平,炼制天魂融雪丹,的确有着极高的失败率 但给我足够的时间,应该能够成功炼出 对了 说到此处,萧炎目光在美杜莎身上转来转,甘笑道 不知道这最合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现在阻长体内那次生命气息还极为微弱 明显只是才成型后不久 若真是怀孕的季下,那么顶多两年之内 便是必须进行密法滋养 所以说萧炎盟主需要在两年内点制出一枚天魂融雪丹 大长老略为迟疑,玄迹说道 两年之内嘛 萧炎略为传言,玄迹点了点头,沉生道 大长老放心,两年之内,萧炎必将天魂融雪丹交过来 也正如大长老所说,不管美杜莎体内是否真的怀孕,也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 虽说萧炎根本就没有当爹的觉悟 可不论如何,那都是有着他萧家的一丝血脉 他自然必须给予他最好的东西 听得萧炎的保证,那大长老脸庞顿时乐开了花 笑眯眯的点了点头,说道 有萧炎盟主的这番保证,那老父也是放心了 若此事属实的话,说不定日后我们蛇人族 将会出现一名尽所未有的超级强者 萧炎干笑了一声,这种份上他除了陪笑之外,似乎已经干不了什么了 在将这正事谈完之后,四位长老对待萧炎的态度明显是变得温和了许多 与他笑谈了好片刻,将那脸之天魂融雪丹的药方交给了萧炎 方才挥手,让美杜莎将之退出 两人行出竹房,在幽静的小路上行走了好片刻 萧炎方才偏过头,望着纳目不歇视 可脸颊却是琴着一抹淡淡红韵的美肚沙 苦笑了一声,说道 这个,放心,如果此事真的属实,你只要如长老所言,能炼制出一枚天魂融雪丹便可,其余的你可以不用管 似是知道萧炎那复杂的心情,美肚沙瞥了她一眼,平淡地说道 萧炎苦恼地摇了摇头,一时间她依然未曾从这般大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知道你的一些事,所以不用担心本王会纠缠于你 我没有那兴趣 等日后你将天魂融雪丹炼制成功 你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无人足你 如果这里真是新一代蛇人血脉的话 我与蛇人足,会全力培养于它 美肚沙看了看自己那千细的蛮腰,淡淡地说道 文言,萧炎眉头却是皱了皱 这话说的,自己怎么和那些薄情寡义之人一般了 不过稀稀想来,她却是只得苦笑着叹息了一声 她与美肚沙之间关系复杂 感情成分并比不上与蜀儿那般程度 可经过那弟弟之事后 她又不可能的无视于美肚沙 特别是还出了如今这档子事 更是令得她与美肚沙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加微妙了起来 当然,她从样也清楚 美肚沙或许对她有些难以言明的情感 这种感情来源于弟弟之事 毕竟不管美肚沙再如何的心狠手辣 可还是女人 对于尸身这种事也极为看重 起初若非是因为吞天蟒灵魂在作怪 恐怕早就直接把硝烟给杀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虽说吞天蟒的灵魂影响的效果越来越弱 可相处的越来越多了 心中对硝烟的抗拒与杀金 也逐渐的减弱了许多 到的如今 她心中或许也就很少再想起当初的那种念头了 便送你到此处吧 你什么时候打算去暗杀陆延天 与慕容三老时 便派人通知我 就在硝烟愁眉苦脸时 美肚沙脚步却是突然一顿 淡淡道 文言硝烟一正 刚语说话 却见到美肚沙鱼转回 当下只得无奈的摇了摇头 看来刚才自己那神情令得她有些不快了 哎 女人哪 站在小道上 硝烟望着远去的那道曼妙动人的身影 哭笑了一声 寻技只得自己对着院路之外行去 缓步行出 硝烟一路旁若无人的行至前院 无视周围那一道道好奇的目光 就欲静止离开 那个小子 站住 而就在其穿过外院时 一道大鹤声确实响起 玄姐急到壮瘦身影 闪躲在硝烟身前 他抬起头来 围皱着眉头 望着出现在面前的两位男性蛇人 其中一个人 便是先前对其出手偷袭的那位莫巴斯 在其身旁 还有着一名脸色冷丽的男性蛇人 关其气息 居然也是一名斗黄强者 只不过应该只是在二三星左右 黑毒大哥 他便是硝烟 那个长老嘴中 所说或许会成为族长丈夫的家伙 莫巴斯 恶狠狠地盯着硝烟 宣记对着身旁的那位冷力的蛇人说道 被称为黑毒的蛇人 点了点头 三角形的蛇童锁定了硝烟 声音低沉地道 人类 我是蛇人族二统领黑毒 蛇人族已经答应与你们联盟 不过你最好还离族长远一些 否则倒霉的只会是你 我蛇人族不会与外族有丝毫关系 硝烟眼眸微眯 对于这些人三分四次挑衅 他已经是颇感无奈 因此眼中也是夺过淡淡寒芒 此刻的他本就是有些心烦意乱 这些家伙若是再来火上浇油 硝烟并不保证 自己不会让得他们躺在这里 在这前院中有着不少蛇人族强者 当他们乔得莫巴斯 竟然找来黑毒当帮手 顿时大感兴趣的围拢了过来 以他们在食人族中的地位 自然也是知道 硝烟与美毒蛇的关系有些不同 让开 感受到周围越来越多的目光注视 硝烟眼眸青苔淡淡的说道 三角蛇童中凶猛闪动 黑毒沉生道 希望下次不要在这里再看见你 硝烟眉头轻挑 终于是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 脚步轻移 片刻后便是来自黑毒与莫巴斯深浅 而对于这两尊犹如铁塔般的肉盾 硝烟并未有丝毫的在意 脚步一动便是轻飘飘的碰撞而过 看似轻飘飘的碰撞却是突然间爆发出一道低沉的门响 旋即在周围一道道惊愕的目光中 黑毒与莫巴斯深行如遭受重击一般的骤退 黑毒倒还好点 仅仅退后了底部便是稳住了身形 而反观那莫巴斯在连退了十几步后 居然是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脸色猛的胀红了起来 稳住身形 黑毒脸色也是变得异常凝重了起来 此人虽然实力看起来只是出入斗魂模样 可没想到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往日大战开始时 众多食人族强者皆是被分散开来 护卫其余城市 因此对于当日黑山要塞所发生的惊天大战 倒也是有着一些人并不清楚 而刚好这位名叫做黑毒的二统领 也正是今日方才从外面归来 所以对于硝烟此人 他也并不熟悉 只是觉得这个名字略感耳熟 望着在震退二人后 依然脚步不停 静止对着怨门而来的硝烟 黑毒眼中凶茫闪过 旋即突然一鹤 雄厚斗气猛然自体内抱涌而出 强悍的气势也是弥漫而出 令得周围的食人族强者急忙后退 硝烟目光平淡的望着那施展斗气的黑毒 嘴角缓缓的摸起一丝冷笑 碧绿色的火焰缓缓自体内生腾而起 就在硝烟运转琉璃连心火时 一道破风声响突然响射而起 旋即一道绿色影子闪躲过半空 最后闪电般的击中黑毒胸膛处的部位 顿时令得后者一声闷哼 弥漫的斗气也是迅速消散 绿色影子一击之后便是缓缓落地 化为一节绿色树枝 望着这节树枝硝烟微微一正 这蛇人族中能够用树枝将一名斗黄强者击退的 除了美肚沙还能有谁 莫巴斯 黑毒 你们最近倒是越来越不把本王放在眼中了 冰冷赫声迅速传来 令得黑毒与莫巴斯脸色一变 赶忙单膝跪地 他们能够听出美肚沙此次话语中 的确有着怒火出现 硝烟是我蛇人族的贵客 日后若是再有人无故刁难 休怪本王族归伺候 听得美肚沙此话 在场的蛇人族强者面面相去了眼 谁都没想到 前者竟然对硝烟如此之维护 难道长老所说的的确是真的 一想到此处 不少男性蛇人皆是对着硝烟 投去羡慕 甚至嫉妒的目光 美肚沙在蛇人族之中 几乎是众多人心中不可亵渎的女神 然而没想到 今天他们心中的女神 为了一个人类 居然会大发雷霆 这实在是令他们有些嫉妒之情 有了美肚沙的发话 自然也没了蛇人敢再来阻拦硝烟 因此他在略微恍然中 一路无阻的出了十人族所在的区域 而当他走出那拦尖线时 听得外界那再度沸腾起来的人声 脑子中的混乱方才逐渐的淡了下来 甩了甩脑袋 秀妍想起先前美肚沙 那里有些不愧的心情 道德后来 他出来都是未曾现身 看来自己刚才那些举动 的确是令得他心中有一些怒意 唉 真是个混账啊 拍了拍脑袋 萧妍叹息了一声 苦笑着自骂道 遇见这种事 竟然比人家女风 还有扭扭捏捏的难以接受 而且此事不管如何说 皆是他的责任 没想到后来 竟然还要美肚沙开口 说什么就算孩子出来 他也会独自养育的话 虽然或许 他与蛇人族 也正希望如此 但如果此事属实的话 那么孩子始终 都是有着交加的一丝血脉 他难道还真的 敢不闻不问吗 萧妍并非冷血之人 那么大长老请求他炼制丹药 他并未多加犹豫 便是直接选择了 对婴儿好处最大的高等秘法 不管怎样 毕竟那也是他的血脉 怎么可能会不给他 最好的东西呢 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将萧妍以往的冷静 尽数摧毁 所书之话 也是在不经意之间 有些伤人心 下次见个面 好声道歉吧 转头看了一眼这片区域 萧妍在心中喃喃了一声 然后这才缓步离开 回到了严蒙 驻扎在黑山要塞的分部 萧妍与萧顶 海国东等人见了一面 在商议了一阵之后 便是决定 明天准备暗杀之举 毕竟如今时间所剩不多 外一代的金燕宗 与木兰谷的精锐力量 将一些珍稀丹药送过来 那么对方两名斗宗强者 或许便是能够 恢复一些力量 到时候想要再暗杀 可就有些麻烦了 在将时间决定之后 萧妍略一沉眼 便是徐了个密室 略做调息 而至于美杜莎的那件事 他也没和萧鼎说 他知道 以大哥的性子 若是知道美杜莎腹中 可能怀有萧家血脉的事 恐怕会极度激动 但此事究竟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还不能下定论 若到时候 真是搞了个乌龙事件 反而让的人白白激动 所以他是决定 将事情定下来之时 再与萧鼎等人道明 密室之中 萧妍第一件事 便是将世人族大长老 给予他的天魂融雪丹的药方 拿了出来 然后小心的摊开了 这种天魂融雪丹的药方 很是有些奇异 主要是他能够帮助那些未曾出生的婴儿 在母体之内便是借助着精纯药理 打通甚至扩宽体内的一些经脉 如此的话 婴儿一旦出生 修炼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之小 而且由于还是先天缘故 修炼任何功法都将会容易许多 这种丹药对于一些实力极为强横的宗门或者家族来说 无疑最具价值 只要有了这个 他们便是能够不断地培养出天赋绝佳的修炼天才 类似天魂融雪丹的药方 硝炼也是在药老所一流而下的那些药方之中见过一两种 不过与前者比起来 确实少了几分霸道之味 也不知道这十恩族是从何处弄来的这种药方 这若是放出去 可真当是引来不少强大势力眼红 毕竟有了这东西 便是可以提供源云不断的优秀血液 这对于任何一种势力来说 都是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 不过药方虽然珍贵 可这天魂融雪丹的药力却是略显霸道 寻常婴儿多半是难以承受药力的侵蚀 不过还好 美肚沙的血液本就是有着远古的一丝稀薄血脉 对于这种霸道药力倒也是能够第一文下 七品 轻轻把玩着手中的卷轴 硝烟微微皱着眉 这种具有改善人体制的丹药 炼制起来困难度极大 失败率也是极为高的 而且最可怕的 这种极弊的丹药在出炉之时 有着几率将会引起天地能量的波动 最后引发出雷结 这种雷结炼药界中又称之为丹结 威力极大 一个不慎便是会丹毁人亡的下场 因此即便是一些有能力炼制出七品丹药的炼药师 也会尽力避免少炼制这种会引发丹结的丹药 而这也能够猜测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神族从来没有弄出一枚天魂溶血丹了 这东西可不是光光找其药材 而且还是要寻找一位有能力 并且敢冒出生命危险的高级炼药师方才能够炼制出 而有实力炼制这种丹药的炼药师 基本上即使是放眼斗气大怒 也是能够成为大师级别的人物 谁能够没事冒着被雷劈的危险来给你炼制这种丹药 他们的命可真贵着呢 药材所需也颇为繁琐 不过好在还有这两年时间可以慢慢来 轻叹了一口气 萧妍将这些药方小心的收好 玄机沉淹了片刻 手掌一动 又是从那解中取出了一卷血红色的圈轴 这圈轴一出现 顿时弥漫出些许的阴冷之意 赫然便是当年修立在黑角狱中 深山中偶然得到的世生丹的药方 目光紧盯着这卷药方 消音脸色略微有些阴厉 如今阎蒙虽然发展迅速 可真要脾起来 与独宗金燕宗这些势力相比 依然是要弱一些 这不仅仅表现在巅峰强者上 更多的还是中间的核心力量 然而想短时间内培养出能够独当一面的核心力量 又岂是意识 这种时候 这世生丹将会是最快的捷径之法 当然世生丹的副作用 萧炎已经知晓 这时他也已经和萧鼎 海伯东几位阎蒙元老商量过 他们一致决定 最好能够真正的制造出一批完全忠于阎蒙的死士 虽说如此一来 他们只有三年时间的寿命 可只要挺过这三年 他们都是有着信心 定然是能够让这阎蒙成为这西北地域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 虽说这种办法很是略为有些血腥 可阎蒙牵扯太大 例如这一场战争 若非是萧炎关键时刻赶来 恐怕整个加玛帝国都是会被抹杀而去 到时候为此而丧生的人又不知是几何 想要守护更多的人自然是需要一小部分人的付出 等此事解决了便接药房交给大哥 然后秘密派遣连药师将之炼制出来 至于此事也只能让大哥他们去挑选了 不过这种人可皆是需要绝对忠诚 只要能够有这一批窦王级别的此事 严蒙就算是真正的能够在这加玛帝国屹立不倒 日后称霸西北地狱也并非不可能 萧炎喃喃自语道 心中闪过这般念头 萧炎也是郑重的将这卷药方放于身旁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手中印节缓缓一动 明某也是逐渐闭上进入了修炼状态 从突破到斗黄并且出了小山谷之后 萧炎便是未曾真正尽心修炼过 前几天的大战也是令得他时刻紧绷着 不敢有着丝毫的松险 如今事情完毕 方才有时间在密室中安静的抢摆着身体 随着萧炎进入修炼状态 密室之中的空间也是微微波动 旋即一股股天地能量涌现而出 最后化为两条色彩略见斑驳的小蛇 钻进萧炎鼻中 最后被体内两种异火迅速融合 然后化为一丝丝精纯的斗气 流藏在经脉之中 最后涌入身体的每一处 此次一天与两名斗宗强者相战 对于萧炎来说也是极大的消耗 特别是最后又是施展了三色佛怒火连这种恐怖招式 不仅对斗气是一个吉他的消耗 灵魂力量也是因此衰弱了许多 不过好在萧炎灵魂强于常人 恢复速度也是颇为可喜 因此短短几天时间之内 消耗的灵魂力量便是自动恢复 而经过这么多次的施展佛怒火连 萧炎烟眼间也是洞察到了 自己的灵魂似乎在这种枯竭 恢复循环之中 变得越加圆韵 已充满活力了起来 甚至连带着连灵魂感之力 都是比以前敏锐了不少 修炼在枯燥之中悄然而过 当萧炎从修炼状态中退出来时 刺眼的阳光已经从密室的小窗之中射尖而尽 在地面上留下了稻稻光斑 缓缓睁开双毛 一口略微泛白 并且有些炙热的气息便萧炎吐出 其脸在瞬间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 漆黑毛中闪烁着炙热火芒 片刻后方才逐渐淡去 战斗果然是等级提升最快的捷径啊 萧炎伸了一个懒腰 他能够感觉到 经过与燕落天与木兰三老的战斗 他的实力已经是略有精进 如今的他已经是彻底的 本顾在了一星斗黄的境界 而这距离他突破斗黄 方才不过一个月时间而已 这般速度不可谓不快 今天便是该动手了 手中一动 一枚灰色玉片出现在手中 萧炎嘴角微动 勾起一抹略显阴森的笑意 我这次的手中就发了一张 这次的手中一动 请不吝点赞 转发了一张